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昨天台北股市呢 昨天的量也是萎缩 只有300多亿 然后呢 指数呢 是小涨 那目前指数呢 也在平安附近震荡 成交量也同样还是300多亿 那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目前外资正在放假当中 所以呢 整个市场上面 缺乏整个法人面的一个买盘 那这个盘我们在昨天就有跟大家去解说过 本周的一个盘式呢 应该都呈现一个量缩的一个区间 那这个量缩区间呢 指数空间也不会太大 可是呢 当昨天成交量只有300多亿的时候呢 指数小涨30点 可是我们就看到整个外资呢 它还是持续卖超了11亿 那这到底这个卖压是哪来的 照理说呢 这地方应该不是属于欧系美系的资金 应该是属于亚系的一个资金 也就是说亚洲市场里面的一些法人面啊 这个时间点呢 还是呈现一个卖超台股的一个状况 那为什么会呈现一个卖超台股的一个状况 那各位 这地方就要特别注意哦 云月份这个卖压会不会加重 因为如果说我们目前啊 从整个汇市的角度来看 你会发现到 昨天啊 整个台北股市的走势呢 它没有动 可是呢 在整个新台币的汇率你会发现到 新台币的汇率目前都是呈现贬值的情况 那昨天呢 在尾盘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新台币汇率呢 是出现了一个大扁的一个状况 那新台币汇率呢 从上个礼拜五开始呢 就出现了一个 突破 破前低 然后呢 持续走扁的状况 那上个礼拜五正好是来到耶诞假期嘛 那所以呢 整个欧美的一个资金呢 尤其外资啊 都是呈现一个放假的状态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欧美的资金还来不及反应 所以呢 云月份呢 当他们整个外资一回来的时候 一回到台股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整个汇率的一个贬值啊 对整个欧美的系统的一个资金 一定会有一些汇损的压力 所以呢 当整个新台币的汇率呢 在出现贬值的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呢 你要特别注意的是 指数本周就是维持在一个区间的盘局 它不太会动 可是呢 当下个礼拜 欧美的系统一回来的时候 当他一发现整个汇率的贬值的状况 出乎他的一个速度呢 弱势呢 出乎他的一个 低调之外的时候 他的汇损压力一出来 反而台北股市的卖样 它就会开始加重 所以呢 反而这个时间点 要特别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呢 你会发现到 当上个礼拜开始 一直到昨天啊 外资在整个期货的多单只剩下5万2 5万3左右 那这跟过去那种7万多口 差非常多 那这也代表着说 现在的外资几乎都是呈现站在一个 比较属于偏卖方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筹码面 把它拿出来看的话 你会发现到啊 从融资的角度里面来看 各位你会发现 到昨天为止呢 融资还在创新高 可是外资持续在偏卖方的情况之下 现在的筹码几乎是回到什么 回到散户的一个手上 所以呢 这个时间点 你就特别注意哈 如果当整个指数在做压低的时候 那对于这些融资呢 一定会有一些 目前已经呈现套牢了 到时候会有一些多杀多的一个疑虑在 所以呢 反而在元月份的走势里面 如果说这个时间点 你不去出托持股 你不稍微去减轻持股 把资金放口袋的话 我认为一直到了元月过年的那一段期间 一定有很多投资料的股票 它是跑不掉 所以呢 到时候你要报一堆股票过年的话 你的风险会非常的大 所以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目前的操作策略 关系着你在农历年的那段期间里面 你是要报一堆股票过年呢 还是说你要现金满满的去过年 好 那再来一个重点就是 当外资的卖压加重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哦 这地方会针对什么 针对全职股 也就是台湾50 台湾50近期哦 几乎就是在那个 半年线附近走区间 如果台湾50的卖压在加重的时候呢 这地方一破半年线 那台湾50就是回测到前面11月份的低点区 有没有 那如果说台湾50都有回测 前面11月份的低点区的话 那各位你就要注意哦 那这个时间点呢 可能有一些啊 那种属于台北股市的指数呢 就有机会去测前低8879的一个状况 如果在农历年前呢 8879这地方是岌岌可危的话 那台北股市呢 会造成什么 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半年的一个 套牢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卖压 所以呢 从8月份以来哦 这个地方呢 如果说台北股市 现在半年线都涨不上去嘛 你涨不上去 如果说台湾50在走弱 外资跟卖压加重的话 反而台北股市就会去测前低 那刚才一测前低的话 各位 在元月份注意一下哦 目前呢 整个月线在9251 季线在9203 也就是说 月季线的死亡交叉 只差50点左右 到了元月份 若形成月季线的死亡交叉的话 那这个卖压它就会更重 当卖压加重的时候呢 整个台北股市啊 在未来明年的上半年 我认为都不会有太大的行情 因为整个空方的趋势 它就出来了哦 那尤其 我觉得元月份啊 对台北股市而言啊 多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应该就在美股 所以呢 如果说 美国股市在元月份又出现了 涨多压回的话 对台北股市真的是 雪上加霜 虽然我认为说 这个时间点 你要尽量把你手上的持股呢 稍微做调整 那怎么做调整呢 有两个方向 一个方向呢 就是属于那种融资比较高的股票 什么叫做融资比较高的股票 各位 我仔细来看哦 有一些啊 那个从马面里面 融资啊 使用率比较高的 像有82%的 像是352的红升 这类型的个股 已经从高档出现压回了 你没有发现到 这是融资使用率最高的 也就是说都是赏户在买的股票 那这类型的个股 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 出现再破线的话 融资是全部套牢 所以呢 高融资使用率的个股呢 要特别先做避开 再举个例子来讲 比方说3406的玉金光 从121块跌到今天为止破百 也就是说你看哦 融资使用率高达57%的个股 在这个地方啊 已经跌了两成 所以已经有人套牢了 如果说再多跌一成的话 反而有人会开始面临到一些 融资断头的一些卖压债 所以你要先避开什么 高融资使用率的个股 那第二个呢 方向就是属于头部形态的股票 什么那头部形态的股票 各位注意看 这类型的个股 比方说2377的维新 从88块我们卖出 今天稍微有反弹 有稍微利多反弹 可是上面掏脑筹码太多了齁 最近融资也创新高 所以我认为这个空方趋势没有变 可是呢 这一跌下来也将近有两成的空间 之前我们的同志一样 460一卖出之后 后面就是跌出一段 而且这一段将近有四成 所以你要预防的就是属于头部形态的个股 目前这种头部形态的股票 还有很多档 所以呢 如果你目前不了解说 你手上的个股的状况 或是手上融资使用率的一个情况 到底在元月份有没有这样的风险 没有关系 你打电话进来 今天我们免费来帮各位 去做一个持股的诊断 我希望各位这地方要好好的保护自己 要留意一下风险 不要到这个时间你买了一堆股票 台北股市量又缩 你量缩你买股票也不太会动 反而套牢的成分居多 再加上什么 今天涨的明天不一定涨 反而每天都轮来轮去 那这样对你而言 操作上面风险非常的大 所以呢 想要在农历年前 不要抱一堆股票过年了 尤其你对你手上个股有疑问的 欢迎各位打电话进来 那今天帮各位做一个免费的持股诊断 谢谢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